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週的Weekend Projects with Sony 56 在上一集呢我們介紹了 使用IoT Stack來備份虛擬容器Docker Volumes 如果你還記得Docker Volumes是獨立存在的 所以我們只要備份Docker Volumes底下的所有資料 那將來就可以很容易的還原了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上一集如何備份的話 請點選這邊看一下上一集的資料 再來收看這一集 如果你已經收看了 我們就來試的把上次我們備份的資料 從雲端 還原到Docker裡面來 讓IoT Stack 恢復到上次你備份的狀態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的首先我們先到IoT Stack Backup and Restore IoT Stack這個網頁 等一下我會把這個連結放在我的影片底下 所以我們先看到restore這邊 這邊告訴你說 那有兩 有兩種方法來做一個 還原 那 還原呢 你只可以直接下這個指令就可以了 但是呢 這邊有幾個很重要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呢 Scream呢 他會 假設 IoT Stack Directory is fresh 就是說你必須從新的去copy一份IoT Stack下來 讓他從最原始的狀態去做還原 這樣子呢 他就會保持最正確的狀態 如果呢 他不是很 原始的狀態呢 可能會產生一些錯誤 可能沒有辦法正常的恢復 所以我們一開始要先做這個動作 那另外呢 就是說 Backup呢 他會 有兩個參數來使用 那他是在這Script底下的restore 第一個呢 給他一個檔名 就是你Backup的一個名字 再來就是 看你要不要下個No Ask No Ask的話呢 他就不會問你yes or no 直接就會去做還原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 動手做吧 好 由於剛剛我們前面有提到說 一定要用 用一個新下載的IoT Stack 這個新的目錄底下 所以我們呢 一樣到這一個 Getting Started這個網站來 然後呢 我們就來一下 這一個 所謂的 取得新版 這是一個automatic的安裝 我們只要把這個copy下來 按這個右邊可以複製 複製下來之後呢 我們就等下 在那個 我們的Terminal上來執行 好的 接下來呢 我們先打開 Terminal 連線到 Raspberry Pi上面 那第一個動作要做的話 就先到IoT Stack 這個目錄下來 接下來呢 我們用Docker Compose 然後呢 DOWN 把所有 的目前 在使用中的Docker的Content 全部都先關掉 好 當我們把Container都關掉之後呢 我們先退到原來的 自己的home 的目錄 就是回到Pi 自己的目錄 你可以下PWD 來看目前 自己所在的位置 好現在home Pi這個目錄底下 那 接下來呢 我們就先把這個 IoT Stack 做一個 備份 我把整個目錄 Copy份起來 Pi 好吧 叫做 點 OLD好了 MV的話呢 就是可以把這個 檔案做一個 改名字 也可以辦理檔案 那如果 你只下兩個目錄呢 他就會把這個 整個目錄 Copy到 另外一個叫 點Old 相當於做一個備份 你可以下 ls-l 就可以看到 他會出現在這個地方 IoT Stack 點Old 這時候呢 整個 目錄 的位置呢 就被我改變了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一開始呢 我們要來下 這一個 一個 我們要取的一個 全新的IoT Stack 所以我們就要下這個指令 我剛剛從那邊 Copy過來 最注意 要注意的是 你從網頁 Copy過來 前面可能會有一個 前的符號 DollarSign 一下把DollarSign去掉 好按一下Enter 這時候呢 他就幫我Copy一份 整個IoT Stack 到我的 這個電腦來 我這邊告訴你說 他正在Clone 把整個IoT Stack Copy一份過來 這樣子 好 那他現在已經完全都 Copy進來了 所以呢我們可以先 進到這個 新建立的 新取得的 IoT Stack 的目錄下 來看到 好 可以看到 這目前是最 完整的一個 IoT Stack 剛下載下來的樣子 可以看到裡面是 只有這些檔案 他沒有一個 Dock Dash Compose 的一個 YAML file 等一下 我再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第一件事 我們要做的話呢 先建 一個 備份的資料夾 這是因為 IoT Stack的 還原資料要求 你的資料 你的要還原資料 一定要放在 Backups 的這個目錄底下 所以我們先建一個 備份的資料 接下來呢 我們 要去 Google的 雲端 取得那個 備份資料 然後放到 Backups 這個目錄夾 裡面來 目前裡面 這個是空的 那上次 我們有教學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 如何把 Google雲端資料夾 當作Local資料夾 的話請看這個影片 好 我們把 上次做 Rclone的 這一個 Copy下來 那Rclone Mount G Drive Rpi4 這是雲端上的資料夾 那 我要 把它放到 MNT 那我們自己 在本機上 是在 Home Pi 目錄下的一個 G Drive 這在上一集都有介紹過 記得去看一下上一集 好 這時候呢 我們就來做一個 mount的動作 把圓端的 雲端硬碟 放到自己 Local 那我們來下一下 這個指令 ls 然後-al 接下來呢 就是 MNT G Drive 好看一下 這個內容 可以看到 上次備份到雲端的資料 在 Full Backup 跟Rolling Backup 裡面 好 所以呢 我們要先確定說 我要還原到哪一天 好 秋影符號呢 告訴你就是說 在 HomePi的目錄下 的MNT的 G Drive 好 的位置 所以我們來看看說 這個備份裡面有哪個檔案 好的 我在 呃 9月19號有做個備份 Copy到 IoT stack的背 底下呢 這個備份才能夠成功 好 所以我們就來下一個 Copy Copy呢 呃用 秋影符號到 MNT 底下的 G Drive 然後呢 Rolling Backup 的 Backup 然後7 點 Gz 後面加個點 表示說你要把這檔名 Copy過來 用一模一樣的檔名 按名稱 好 先把 從雲端 Copy到你的 Local端來 這需要一下時間 好的 那現在檔案已經 Copy完成了 所以我們來下個 指令看看他目前在 檔案的 是不是有Copy完成 好 已經Copy完成了 沒有問題 Backup7 Tot Gz 好的 那接下來要做的步驟呢 就是要去下一個指令 那這個指令呢 必須在 IoT stack 這個目錄下 來執行 所以呢 我們必須先下一個指令 來回到 IoT stack的目錄下 好 打下CT點點之後 回到 IoT stack的目錄下 那在配分之前呢 我們試著把那個 Duck container 全部都 帶起來看看 試試看 他是不是能夠帶出來呢 帶起來看一下 好 你看喔 目前是沒有任何東西的 表示說我們 Duck目前是 還沒有恢復的 好 那我們也可以來看一下 那個 Norad Norad呢 目前你可以看到 他也無法執行 Norad dashboard 當然也是無法執行的喔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確定說 這資料是 IoT stack 是一個完整 全新的資料 加 全新的資料 我們剛剛已經全部 整個倒新的回來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下 Script這個 Restore的 這個 檔案的程式 的 接下來呢 我們來下 Restore這個程式 在Script底下呢 有個叫 Restore.sh 你只要打下這個 Restore.sh呢 就可以來準備做備份了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給他一個 檔案名稱 那在 檔案名稱就是 上面的 backup 7.ta z 這個檔案 好 那這下按下 Enter呢 他就把會把這資料還原到 上次我們備份的狀態 好按下Enter 好 他會問你說 你是不是要繼續執行 好 這樣只要按下 YES就好了 那你要注意的是說 你按下這個備份的話呢 他會 把之前所有 所在的資料 全部都刪除喔 所以要特別注意 一定是他的全新的IoT stack 才下這個指令 按下Y 好了 已經還原完成了 因為檔案也不大 只有200多Meg 所以他unzip的速度 是很快的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驗證一下 是不是他有完全恢復呢 好 我們來看看 好 這是目前的IoT stack呢 他從 呃 上面 來做一個 備份 還原的部分 可以看到Dog Compose的資料 在這邊 那另外呢 你也看到Volumes 好 來看看上面 上面我們剛剛 從IoT stack download下來的時候 沒有Volume 這個目錄喔 那 現在呢 出現這個Volume 我們可以到Volume 裡面這個目錄夾 來看一下 內容是什麼 CD Volumes LS AL 可以看到 Inplusdb Muskidonorep 然後跟 ZipB MQTT Potainer 這些都是我們 之前所做的備份 那他都已經在這目錄下了 接下來我們回到 IoT stack 這個 目錄來 我們要下 Dog Compose Compose-up up-d 這就是要把所有的container呢 全部都帶回來 全部都啟動 可以看到呢 這些 都啟動 沒有問題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 來 試著去執行 好 回到那個 Raspberry Pi Local 1880 你可以看到 Norray已經正確的起來了 而且資料已經回復到上次的狀態底下 那可以看到那個 在 Dynamic Query 跟 Reright Inplusdb 這資料全部都完成了 已經恢復了 那 你可以看到 ZipB也有 連接成功 那 這樣子 就是完整的 備份了 好的 那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的 如何還原 那個 IoT State的資料 那希望 這支影片有幫助到你 如何 學習到 如何還原資料 那 如果你喜歡的影片呢 請記得按下 訂閱 也按下喜歡 並且分享給你好友 那在這個聖誕假期 我也祝大家 假期愉快 我們 下次見 Bye IoT